欢迎大家来到数位转型学院 我是余国定 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七点半 我们有直播的播出 今天这一周我们播出的单元是经典导读 我们今天选了一本书 它叫做The Big Little Breakthroughs 我们翻译成微创新大突破 我们要来这本书其实要来谈一个就是 我们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 最常谈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创新 因为大家觉得要转型 一定要有各式各样的创新来支撑那个转型 如果停在原地没有创新 这个转型就动不了 所以转型的基础就是要不断的有心丸 一会儿会跑出来 可是我们在做转型的过程中 我们常常会遭遇到一个迷思 一个困境 就是我们会先第一个事情 我们就要先搞不清楚 什么才是创新 是不是创新就是一定是要像 这个我们看到什么 阿玛容一样 这么伟大的创新 这么商业模式的创新 这么伟大 然后或我们看到A&B&B 我们看到Netflix 这些伟大的企业 那这样子的从当时一个微小企业 变成一个很大企业的过程中 这样子的大的这种创意 这才叫做创新 其他的都不是创新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迷思 就是什么是创新 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呢 乔许林克纳 乔许林克纳 他对于这个创新 他有自己的定义 林克纳他自己呢 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 他创业过好几家公司 其中有五家公司 后来都把他卖掉 而且卖了两亿 总共卖了两亿美金之多 那他专研这个创新这件事情 他认为创新 其实是有不同的形态 有不同形态 他说有分三种形态 第一种叫做重大创新 第二种叫一般创新 第三种叫微小创新 我们总是啊 我们通常我们都常看到的 都是重大创新 为什么 因为在媒体上面 在报章上面 在我们大家口耳相传里面 都只看到那个很伟大的创新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以为啊 创新就是要这么伟大 创新呢 就一定要做大事情 这才叫创新 否则都看不上眼 否则要不然辛苦了半死 就没意思 要做就要做大的 他说这个之外呢 其实还有 不是只有重大创新 还有创新 是叫做一般创新 一般创新就是可能是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在工作中 我们常常会碰到的创新 那这个创新的频率就高很多 这个创新的方法呢 就可能就是你发现了一个新的产品 这个产品呢 还买好卖的 而且卖的还不错 这就是一般的创新 那你们公司有很多的产品 那每隔几个月 或者是每隔一阵子 就会有一些新的工作方法跑出来 可能是一个新的产品出来 新的服务 那这种就叫一般性的创新 我们常常 日常生活中 常常会碰到 可能在一年里面 你会碰到好几次 这种所谓一般的创新 那除了这个重大创新 跟一般创新之外 第三种 另外有一种 第三种 叫做微小创新 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什么叫微小创新 他说微小创新啊 就是看起来很小 那小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可能只是 你在思考 你做事的方法 你工作的方法 中间有没有什么 小的可以改进的地方 就这么小 而且小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你只改进了 百分之五而已 百分之五 不是五十哦 也不是百分之百哦 是百分之五而已 就是看起来 这规模很小 那这种东西 就是叫做微小创新 也许你做了一个 更好的工作流程 比如你在读书 你在阅读 你用一个什么方法 能够让你的阅读的效率 稍微再提高一点点 那这就是微小创新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个微小创新呢 就是说看起来 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他告诉我们 一个概念 他说微小创新啊 他基本的概念 就是积小善为大善 如果你常常的 不断的做这种 微小的创新 当你累积起来 当你这个重复 你就会发现 其实他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不但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且会有巨大的转变 就是累积起来 又有巨大转变 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成果 那因为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成果 什么巨大的这种创新成果 都不太是 而应该讲是绝对不是 都是什么 他想到一个大计划 然后一去做 然后就成功 不是 微小创新 是所有创新的基础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来讲 要来谈的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 看起来微小 但是它是一个影响深远 看起来微小 不值得 不值得说 哎呦 挂齿 但是它累积起来的爆炸性 是非常强大 那作者也告诉我们 他说 微小创新啊 有优点的 你不要看它小 它有优点 它有几个优点 我们来看看 它第一个优点是说 风险小 因为小嘛 风险小 风险小 所以你就会觉得安全 你不会觉得说 一下子做了以后 就请家荡产 你做了以后就 这个万一不成功 完蛋了 虽然有成功的机会 但是不成功的很高 所以风险这个事情呢 微小创新 风险小 所以你胆子会变大 第二个 因为它很简单 它很轻松 所以呢 微小创业呢 容易上手 不像大规模事情 很难搞 要搞很久 所以它容易上手 第三个是成本低 因为刚刚讲说 规模小 所以成本低嘛 所以即使是 成本小的话 你负担比较小 你比较有能力 能够支付这个成本 所以呢 就算它做失败 你也不必害怕 那第四个呢 微小创意 微小创新 它是重大创新前 一个练习跟锻炼技能的基础 如果你没有先去锻炼 你没有先去磨炼 你怎么可能会具备 那个重大创新的人力 资源或技术呢 所以不要小看 这个小 所以它是累积的 它是基础 是重大创新的基础 第五个呢 是说 微小创新 有一个特色 不必是专家 不必是天才 不必是怪节 不必是很厉害的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不是 不必是唐凤 你也可以来做 任何人都可以做 而且人人可做之外 还日日可行 每天都可以做 作者啊 他在那书里面 讲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微小创新 后来成了大事的例子 那我 这个例子里面 有两个例子 我们来聊一聊 这个我觉得 很特别的例子 其中一个例子呢 是 做口香糖的故事 有一位女士 叫做卡戎普罗斯前 普罗斯前呢 她是 她很喜欢吃口香糖 尤其是她在运动 去运动完之后呢 她就喜欢嚼一下口香糖 在2014年的时候 她突然觉得说 为什么这个口香糖啊 这个 这么不环保 就是她那个口香糖 大家都吃过嘛 就那个包装非常不环保 一层一层一层的包 有外包装 内包装 还有个别的 每一个糖还要包起来 她就觉得 为什么这么不环保 然后第二个呢 她觉得说 为什么这口味啊 吃起来啊 就是那么几个固定的啊 什么柑橘的 橘子的口味 什么葡萄的口味 什么柠檬的口味 什么薄荷的口味 就那固定几个 几十年来都没变过 她就觉得说 这个有机会吗 有机会做改变吗 就她就开始说 那我可不可以来做一个 我自己来做一个 我自己来研发一个 新的口香糖 她可以更环保 她材料更环保 她这个咬的那个 那个口香糖 不是那个塑胶 塑胶原料 那你想想看 把塑胶放在嘴巴里面 咬来咬去 这样是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 她就开始 想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很小的构想 她说我可不可以来做一个 叫做 simple gum 就是 简单的口香糖 非常单纯简单的口香糖 就这么一个想法 很微小吧 她就开始 可是你知道吗 她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是遭遇很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 她不是这一行的 她不是食品业 她也不是做过口香糖 她也不是读这个食品营养的 或者食品制造的 这个行业的学位的人 她没有资源 她没有知识 她也没有开工厂 她也没有资金 她没有所有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连经验技术都没有 可是她并没有 因为她没有 她就放弃 她就开始 不断不断不断的实验 她书上讲说 她这位 卡戎破罗斯前 她大概 实验了上千次 各式各样 千次 然后她最后呢 她找到了一个 新的口香糖的配方 是包含这个组成 不要再用这个 所谓的传统的 那个塑胶的 那个东西来咬 然后同时呢 她 推出新的口味 这里面呢 这口味包含了 你想都没有想过 比如说 生姜 姜味 比如像这个 茴香 我们吃麻辣锅 不有茴香味 茴香口味 比如像这个 风糖的口味 它就很多很多的口味 都是以前那个什么 橘子 葡萄啊 柠檬啊 薄荷这种口味之外的新口味 卡荣 普罗斯前呢 她做了很多新的口味 然后做出来 然后她就开始卖 那事实上她卖呢 刚开始 她在自己的网站上面卖 但是她在2017年的时候呢 被这个 阿玛隆选为这个 当年这个促销日的 年度促销日的这个 促销的产品 她一下子突然爆红 一天之内 她业绩成长13倍 就1300 百分之1300多 成长13倍 她一下就变成 一个大家觉得 哎 怎么口香 原来还有这么多 有意思 口味有意思的方法 有意思的 这个形式出现 那她还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这个包装 可不可以更环保 不要那么再 复杂过度包装 那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 她可是她花了 大概两年的时间 来研究 不断地改进 她所有的困难 一个个 就是从一个微小的 微小的这个 创意 后来变成一个上亿 每一年有上亿 美金的营业额的 一个事业 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会观察到 有一些想法 观察到有一些 需要 没有被满足的需要 一些创新的机会 那个东西就在你身边 但有的时候 我们就没注意 她就过了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位女士 卡荣这位女士 她就看到 她觉得口香糖 这可以变 而且她花两年的时间 去改进所有 当时她觉得不好的事情 两年之后 她就出来了这个产品 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 每年有营业上 亿美金的一个大事业 另外一个故事呢 我觉得更有趣 更有趣呢 她这个讲的是 更贴近我们真实的人生 因为那个环节 扣得更有意思 她说有一个人呢 叫做Cos Marti Marti呢 Cos Marti呢 他是 他以前是一个毒贩 毒贩 犯罪的人 他卖毒 我猜他可能也自己吸毒了 他卖毒 他在很短的时间 一年之内 他就赚了两百万美金 你看这个毒贩是太可怕了 但是他很快就被警察逮到 送到监狱里面去 坐七年的牢 他在坐牢的时候呢 监狱里面的医生跟他说 他说你的 这个有问题 你的这个 这个身体有问题 你太胖了 因为你很胖 所以说你的胆固醇啊 各式各样的三高 就很厉害 你血压也高啊 什么什么 就很高 所以你很可能会 因为心脏的疾病 可能是心肌梗塞啊 这样的严重的疾病 可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发生 你可能甚至会死掉 当时的医生呢 监狱里面的医生跟他这样讲 他真的吓一跳 哇对啊 他从来没想过这事情 因为我猜他以前在做毒贩的时候 大概是每天都在 这个 做生意 讨警察 夺警察的追起 所以呢 他没想过这个事情 他 他就 在狱中他就认真去想 他很希望 他能够活的 走出这个监狱 因为他有个儿子 他想要去活着 看到他儿子 然后也甚至看到他儿子长大 他儿子很小 他那个时候才二十 这个 这个 马蒂 才二十几岁 后来呢 他就开始 认真的减肥 认真的做运动 来减肥 他甚至呢 还把监狱图书馆里面 所有有关于运动 有关于营养 有关于减肥 有关于健康的书 全部把它读完 而且很认真的读 他在半年的时间 他每天去运动 两到三个小时 半年的时间 六个月 他少了 我记得好像是 对 三十二公斤 三十二公斤 半年少三十二公斤 这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那后来当时他就 少三十二公斤 他就变成一个 健康的人 所以在他这监狱里面 也就很多的人 来向他请教 怎么样变得健康 怎么样运动 怎么样减重 所以他就变成一个 健康达人了 在狱里面 但后来他就出狱了 出狱后呢 他就找工作 怎么找都找不到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因为贩毒 又是七年以上的 这个 牢狱的生活 这种重刑犯 是没有人敢 敢雇你的 或没有人敢用你的 因为很害怕嘛 你是不是又 等下弄一弄 又回去这个 这个黑帮里面 又去这个贩毒了 所以没有人要 他们完全找不到工作 那有一天他就想说 那与其 人家都拒绝我 那有没有可能 我自己来创业呢 他就来想说 我来不来创业 那他就突然想说 哎 我也 我在过去啊 狱中最大的成就 就是减重 就是让自己运动 让自己变健康 这是我最大的成就 也有具体的成效 因为他自己少了 这么多公斤变健康 于是他就说 那我就来开一家健身房 健身房 对 也许大家听起来 就健身房 对啊 就健身房 但他就讲说 那我要开一个 什么样的健身房 他当时就想 如果我开一家健身房 是跟其他健身房一样的 装潢一样 设备一样 课程一样 所有的宣传理念 都一样的话 他说那我 我有什么优势啊 一点优势都没有 对 我还不是学这个什么 运动管理出身的 我也不是学这个 运动的这个技术啊 我也不是运动员 我也不是什么减重专家 我也不是做什么 各式各样的运动的 这个教练 都不是 所以我到底有什么优势 如果跟人家一样 就没有优势 所以当时他就想说 我要来做 但是要怎么做 才有优势 最后他就想说 我可不可以来 开一家健身房 但是是有特色的 什么特色呢 这个特色是 他自己熟悉的 就是我开一家 感觉让你有 监狱风格的健身房 哇这个很妙啊 为什么 他就把他以前在 自己 他曾经啊 在这个碰到的 监狱里面 所有的那个环境 比如说 啊 那个 做这个运动的 那个地方啊 没有很多 先进的什么 各式各样的设备啊 现在健身房 不是很多设备吗 跑啊 跳啊 拉啊 但是他没有 他们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举重 所以他的健身房里面 也是一模一样 他就是说 设备 我只有举重 跟模仿 监狱的状态 我的大门 我的装修 也要弄成 像监狱一样 栏杆 很重 很大的锁 哐当 哐当 这样 然后在这里面 还做一个 那个 警察局 不是有那个 嫌疑犯 拍照片的 那个 一个 一个模型 后面是 身高的那个量表 然后那个嫌疑犯呢 就站在这个 量表旁边 拍一张照片 留下记录 他也做一个 这样的拍照的景点 他让整个的环境 弄得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要让你 重回到监狱的情境 然后呢 他就开始来 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有特色 所以呢 确实 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吸引了有些人 就 这个没有想到 我这个 有这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事实上啊 这个 客人就开始 就慢慢就来 但是在这过程中 不是你想象中 这么简单的 光是他要去租场地 就没有人要租给他了 对啊 谁要租给一个 根生人 不要 你要去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什么 健身房 不要 没有人想要给他 他根本就 怎么 他跑了 很多很多地方 最后千辛万苦 才找到一个人 说好 那我尝试住一个地方给你 然后他在这过程中 他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那他又在讲说 我跟正常的厂商 我竞争 我比不过他 比不过他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灯光好 气氛家 老师有经验 是不是 教练长得又英俊 又漂亮 所以呢 他都不是 他就在 除了监狱之外 的那个情境之外 他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他要所有的员工 他雇的员工 全部都是根生人 坐过牢的 对 这个 对很多人来讲 也许你会害怕 但是呢 他把它变成一个优势 为什么 他就跟 所有的他的会员 他的客户讲 他说 其实我们根生人 很想要改过自新 很想要重新开始 但是没有这个 第二次的机会 大家看到根生人 吓死 所以我就提供了 这个场地 让那些根生人 坐过牢的 服过行的人 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 工作的地方 就是我只顾 根生人 因为你正常的人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去找工作 但是根生人很难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 找工作给他们 就这也是他们的特色 所以他总共提供了一个 所谓的监狱的情境 来让所有的人 来体会监狱的那个情境 那种刻苦 那种 那种刻苦 简单 但是有效的那种感觉 而后来 当然你知道吗 这个很成功 Cosmarty的 他的那个 会员 会员 两万五千个 付费会员 两万五千个 你就可以知道 他生意做的还蛮大 后来这个 他的这个健身房的名字 叫Cone Barley 他还在Cone Barley呢 他还拍了一些 线上课程 一些线上的 录影的课程 那这线上课程 竟然在全世界 二十二个国家 都有客户 都有一些人 又透过线上 来学他的 整个的健身的课程 同时 他也文学上就讲说 来这边 来我这边 参加这个健身活动 要乖乖的服刑 行 就是 你好像在监狱里面 你要乖乖的 走完所有的行程 你要乖乖的 顺从的 完成所有的课程 而这个 这样子的气氛 反而触动了 很多很多的人 很多人很愿意去 他也是大成功 但这个 这样子的主意 其实在前端 看起来 也都 也没什么了不起 而且他的 最重要刚讲 他并不是拥有 所有的资源的人 他没有资源 他只有一个点子 他有一个想法 那事实上 我们可以随便举 什么多例子来看 很多的成功的事业 很多成功的企业 他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想法 我们甚至认为 他是收主意 根本不是好主意 我记得上一集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讲过 我随便举个例子给你听 收主意 他说 你愿意 开放你们家的 剩余的房间 让陌生人 你不认识的人 陌生人进来住吗 你愿不愿意 这听起来就是 让陌生人进来住 那不是收主意 是什么主意 你愿意搭一部车 那部车的司机 你不认识 而且这个车呢 上面呢 没有任何的标志 它是哪一家公司的 或是它是谁的 有姓名或者品牌 或者公司的标志 都没有 就是一部车子 然后你也甚至不知道 那个司机是谁 长得胖的 瘦的 方的 圆的 别人都不认识 你也不认识他 你愿意搭这样的车 如果你是一位女士 那我还问你 你敢吗 对 其实不只是女士 男士也都不敢 这两个事情 这两个创意 听起来都是收主意 什么道 邀请那个陌生人 来你们家住 即使付给你 再多的钱 你也不要 你愿意搭一部 黑黑的车子 你完全不认识的人 开来车子 你就上车吗 他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去把你卖了 你都不知道 但事实上 L&B&B不就这样来的吗 Uber不就这样来的吗 所以大家千万 不要认为 什么叫做收主意 什么叫做灵光一现 有的时候啊 这个一个有创意的 有想象力的点子 你不要一开始 你就把他杀死 说哎呀 这个不行不行 这是收主意 因为你用传统的 价值观去想 这当然都是收主意啊 你用传统的事情去想 很多事情看起来都不一样 所以这一连串的 这种小的点子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微小的创意 这种微小的创意 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有 常常会发生 常常会遇见 常常会出现 只是说我们在想 我们可以让他变得 更有力量 可以变成一件事嘛 在我们的书里面 他有举了好多例子 譬如说他说 有一个新手爸爸 他每天晚上要起来喂奶 小孩子喂奶 我想大家有过 生过小孩的人 大家就知道 晚上起来喂奶 或晚上起来照顾小孩 这件事情是 人生巨大的悲剧之一 是爸爸妈妈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起来喂奶 很痛苦 而且他喂奶时间 都不是挑什么 11点以前 或是挑什么6点以后 不是 他都给你挑个什么 凌晨1点 12点 2点 那个时候你睡得这么眠 这件事情 有爸爸就说 那我可不可以 让这个晚上喂奶 这件事情变得更有效率 对 那他说 其中喂奶这里面 最麻烦的事情 就是我要去把那个 奶瓶要去加热 要花这个 大概10分钟的时间 才能加热 他是很麻烦 他就发明了一个 快速加温 就可以快速使用的 一个奶瓶 那也有的人 就是说 他说他生病 他发现 这个美国啊 这个医药检验的速度 通常都要7天 就你进去抽个血 7天之后才会有成果出来 这检验结果太久了 他说有没有可能 我做一个什么东西 能够让24小时 就把结果告诉你 因为这个事情呢 都不是 后来发现 不是技术问题 为什么 因为检验技术 都不要7天 而是那个流程的问题 所以他就觉得说 那我可不可以为这个改善速度 改善检验结果报告的速度 这件事情变成一个生意 后来真的也是这样子 很多很多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小的 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那个可能 就是你微小创意的起源 可能改善一点点 他就再改善一点点 再改善一点点 再改善一点点 最后呢 他就会变成 一长串的改善之后呢 变成一个巨大的改善 所以大家 我们讲到这边 大家就在想说 其实你每天的平凡 的这个创新 这件事情 是可能发生的 差别在 你有没有注意 你有没有观察 你有没有体会 你有没有 这个意志 或者这个态度 说 创新这件事情 不是我们要选时间 选地点 选时机 我们再来搞创新 我们搞一个创新营 我们在这上面 要大发我的创意 不是 是日常生活中 那接着我们就讲到这里呢 他就讲说 那什么是 这个日常 每天你如果要创新的话 那 那很很难啊 是不是很难 真的很难 那 要怎么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作者也告诉我们 一些心法 有一些心法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觉得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不是什么 告诉你什么伟大的事情 他就是你日常生活中 可以做到的事情 他说第一个事情 要爱上你的问题 就是你会碰到一个 刚刚讲说 晚上起来喂奶 这个新手爸妈 是很痛苦的事情 这就是问题 这个问题 你要爱上他 为什么爱上他 就是你要用方法来解决他 原来这个事情 之所以会有变成困扰 是因为有成因的 是有来龙去脉 所以你必须要去 找到那个痛点 你要贴近那个问题 你当你贴近他 你才会找到痛点 你找到痛点以后 你倾在之中 你自然会找到解决方案 所以第一个 你要先爱上那个问题 当你讨厌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不会有解决方案跑出来 所以你要不要认为他讨厌 他可能是给你一个机会 所以这些问题 都是机会的来源 要爱上他 第二个 要在还没有做充分准备之前 没有准备好 没有完全准备好 就出发 这跟我们的传统价值观 又不一样 传统观就说 哇没有做好准备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受到的教育都是说 你怎么这个还没有弄好 你就匆匆忙忙就出门呢 匆匆忙忙就开始了 这个实在是太盲撞 太轻忽了 但是呢 作者告诉我们 他说 其实啊 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 要先出发 就是你先做第一步 做完以后呢 你自然会面对一些状况 你就知道你第二步要做什么 在古时候啊 不是其实不古时候 其实现在也一样 我们在大公司里面 有一个特色 大公司做任何的事情 什么新事业部啊 要创立一个新事业 做一些 大部分传统的公司 都要你写一个完整的 营运计划书 对 以前我还记得我们 古时候的时候 写五年的计划 现在至少要写个三年 或写个一年 但是我们大家做过 创业人就知道 五年 那世界都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还五年 你现在怎么会想 五年的事情呢 那这根本就是骗人 那是让自己开心 自己嗨而已嘛 对 我还记得 我们曾经听过 詹红之先生 我们那时候 我们一起做媒体的时候 詹红之先生跟我们讲说 通常你的营运计划书呢 上面所讲的事情 两个月之后呢 应该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 因为那环境 已经跟你原来想的 完全不一样 所以过去我们都想说 要完整的计划 资金要到位 人才要到位 产品要到位 每一样东西都到位 之后我们再开始出发 对 但是你会发觉 所有的大公司 在完美的状态之下 他做的任何的新创事业 基本上都很少成功的 我们在哈佛的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事 就是某某公司 伟大的公司 为什么会他没落 他为什么做创新 他这公司拥有资金 拥有品牌 拥有人才 拥有技术 拥有各式各样的专利 拥有通路 拥有所有东西 可是他们就是做新事业 都不会成功 为什么 因为他要完整的计划 才开始往前进 而当这个事情 跟计划脱离的时候呢 环境跟计划 跟想象不一样的时候 他还要继续 按照这个计划前进吗 所以说他讲 你还没有准备好 你就要出发 为什么 因为第二步第三步是根据现况来的 你第一步先走 然后就会有东西告诉你 你第二步该往何处去 而不是在你出发之前想的那个事情 所以要还没准备好 就要出发 要勇敢 很重要 绝对不要像大公司一样 做什么万全的计划 第三个事情呢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实验厨房 我记得以前啊 我们曾经讲过说 你要成熟变成一个什么 你要一万小时的练习 你才能够变成专家 才能变成名家 你是一个音乐家 你要一万小时 你才能练习之后呢 你才有可能变成台上的一个演出者 一万小时 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不断的实验 不断练习嘛 其实我们在这本书里还有特别提哦 FB脸书的这个祖克博 还有阿玛隆的这个贝佐斯 这两个伟人啊 这个厉害的 我们大家都觉得是典范 他说他们之所以这么成功 是因为他们不断的实验 不断的测试 FB的这个祖克博 他说他们这个脸书啊 大概同时测试 各式各样的模型 各式各样的状态 各式各样的架构 不是十个一百个 是一千个一万个形式哦 所以他每天不断的在做各式各样的测试 那个测试那个架构 阿玛隆的贝佐斯 他说我们啊 我们的实验的次数啊 也不是什么一次两次三次五次 是成千上百 成百上千 甚至上万的这样不断的测试 不断的测试 我们所有的测试 所有的实验 是我们所有新事业的基础 他说他所有的那些新事业 什么 AWS啦 像这个什么Premia 他们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从一个小的实验室里面 他们自己的实验室里面 一群小朋友他们做了实验 然后慢慢长大 所以他说要不断的实验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实验厨房 因为你不是大公司 没有实验室 你先弄个实验厨房 然后第四个我觉得很重要 他讲说要 打掉重裂 就是说你要破坏它 然后呢再修理它 那这也是跟我们传统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传统价值观 好好的没有坏 你看什么 我现在做的这个这么开心的时候 一路顺风的时候 你干什么要做改变呢 对不对 你没事找事干嘛 对 坐着告诉我们 即使你现在做的很成熟 市场繁衍好 你也要不断的修正 调整 甚至打破它 破坏它 重新的创造更新的东西 这个主动破坏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 是你保持创新 保持领先 保持不断有新东西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观念 你确定不要想说我什么百年品牌 什么独家秘方 百年的秘方 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这种东西了 除非你开的是糕饼店 你们家做了一个什么糕 什么饼 那么一百年的口味不变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在数位时代里面 这个百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你必须永远都对现况 你觉得我可不可以做更好 可不可以做厉害 我效率可不可以更高 我可不可以更有效 这是主动的打掉重链 很重要 他其实也有举一些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我们就说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你也想 这个例子都是非常非常真实 比如像乐高 原来是做木头的这个积木 后来做塑胶积木 现在他做的是情境积木 所以他就不断的改 不断 他已经每一次都很成功 然后每一次都会更成功 第五个呢 他说你在日常中 你要尝试怪点子 怪 奇怪的点子 因为怪点子可能跟你传统的不一样 但是怪点子会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那他举了个例子 是荷兰的一家 坐自行车的一个公司 自行车 因为我很喜欢骑脚踏车 所以我对看到这个例子 我就很有意思 他说自行车 你买的自行车 他就寄给你是一个大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纸箱 寄给你 但是因为自行车呢 寄给你过程中 常常会因为邮寄货运的过程中 会坏掉 会压到 会损伤 所以他们这家公司呢 就在他们的纸箱外面呢 贴了 就写了一个简单的字 叫做LED电视机 就说这个箱子啊 上面写了这一行字 就人家就以为 这里面装的是LED的电视机 所以就对他开始客气 他说他们的毁坏率 当场就降低了 立即降低了65% 所以他这是怪典子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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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一个 一个善意的 这个谎言 但是让他确实得到一些改善 因为那个毁坏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 怪典子 不要 不要排斥他 你可以用他 同时呢 他也说 你要 加上 小的 惊喜 你要加上小惊喜 然后呢 你要让那个 小惊喜 会变成一个 让你突出 让人家印象深刻 让你的创意被牢牢记住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最讲 最容易记得就是 譬如说 餐厅 你吃完饭之后 他送你一个甜点 你会觉得 哇 好有意思 他送你一个什么糖 你觉得好有意思 他甚至送你一个折价券 下次再来的折价券 你就觉得 有意思 就是那个小惊喜 做跟不做之间 会让你的那个创意的价值 会大大的提升 对 那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个小惊喜 譬如说 我 我们台湾有一家 那个 那个 卖那个 冰淇淋的 那家冰淇淋店 在万华原来 他 有一天 我不小心 人家带我去 而就 冰淇淋 除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口味之外 我看到他有咸的冰淇淋 有三杯口味 有这个肉松口味 而我觉得 都是我们台湾的 熟悉的味道 他做成冰淇 你就觉得 好惊喜 好有意思 他也等于说 刚刚讲的 把怪典子放进来 那怪典子 有的时候 还不错 最后呢 他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创意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 屡败屡战 也要屡 虽然屡战 可能会屡败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要屡败 要屡战 虽然败了 你还不能放弃 你要持续 永不放弃 当你永不放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些的失败 有的时候是很好的历程 是让你能够 积小善为大善的过程 当你积小善的时候 你的技术会得到磨练 会得到累积 你的能力会得到磨练 你的 甚至你的自信 因为你失败很多 你会越来越有自信 当你有自信 你有技术 有能力的时候 你当然就才会 能够迎接大的 那个所谓 爆炸性的成果 所以 微小的创意 要变成 日常的习惯 很重要 我们 千千万万 不要一开始 就赌大的 哎呀 我们要搞大的才过瘾 大的才看上眼 如果不大的话 你就觉得 哇我的妈呀 这东西不得了 这个太小了 没意思 对不对 我们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眼界很高 通常做大的 死亡率高 失败率高 对 让你这个 一蹶不整的 机会也大 所以千万不要去搞 重大的创新 要先积小善为大善 先从日常的生活的 微小的创新里面开始 让日积月累之下 日积月累之下 你才可以变成一个 能够具备 迎接 巨大创新的人 所以千万不要 眼高手提 那我们今天 这本书呢 也是我们 大师轻松读的 最新 最初的这本 这个新作 我们觉得 其实 在做数位创新的过程中 在做转型的过程中 创新很重要 但是 不要眼高手低 我们先从 微小创新 着手 先从微小创新 作为我们的入门 当时间久了 我们能力多了 我们技术强了 我们就可以迎接 更大的 创新的可能 我们的转型 变革 也是如此 今天谢谢 大家的收看 也谢谢大家 每个礼拜四的 晚上 七点半 我们在这边相见 我们一起来学习 跟数位转型 有关的知识 有关的案例 跟有关的一些 经验案例的交流 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你要在你的那个脸书 上面的小铃铛 要按一下 你订阅以后 他就会时间到 他会通知 那我们一起来 往数位转型的这条 路上 勇敢卖钱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